告诉野猪长 我想吃鱼了 你是不是沟几小看着多了 电视频嘛 还不定开上有呢 感觉咖啡不加糖 我是建工沟几祥 你怎么办 干啥呀 黄金鸟 你还说我了 赶紧给野猪说就吃鱼了 干啥的 先救 泡泡沥用 咋了吗 救我了你吃鱼了 我做不了 上次做得把锅丸片来吃 是什么 事实上无奈事 只有可牌的 你是不是也可以挑战一挂 我倒不行了 我就做不了个鱼 背鱼 做 好 魂马 大家好 我们的王祖兄弟 我今天又想吃鱼了 我还在挑战下我的软力 今天能做成功了 就吃鱼 做不成功 动鱼刺 今天再做不成功 我都叫老沫了 鱼肉去打锅 来点葱姜 把鱼搅一哈 把鱼切一哈 把鱼切一哈 鱼好了吗 这个一哈就好了 吃锅 今天火烧鱼盆就做好了 门开吃了 哎呀 炒吧你猫子 后来不能再炒 我再挑过来蒙 我再挑过来 我再挑过来 他打咬咬鱼做美了 有刺刀有刺刀 有味道有味道 我再去把鱼熟了 哎呀我师伯也干净 你一般吃不就吃了师伯 哈哈 你不能买那么刺的 哎呀 这刺不得 这不是怕你 说得便宜点 买的草鱼吗 没想到要做正乎 谢谢 那就便宜鱼呢做了 稍微贵点鱼 就做不了了 哈哈哈哈 星哥 嗯? 今天的鱼做得好哇塞 是吧? 这两天开完一部电视剧 我突然就悟了 2023 有小薄夫 第二 男人又厚 该叫咖啡不加糖 第二 首都锁子冰法 第三 倒就走个大手了 第一 咖啡太苦我喝不乖 第二 我不是字 开不了冰法 第三 这个还合适着 哈哈哈哈 那你进杯子还发不了菜 哈哈哈哈 朋友们 记得关注 订阅点赞 下期见 拜拜 要不锁子冰法 你也给我听吗 锁子冰法 咖啡你不干就不行吗